我像尿道疼痛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海上 海上有一股东西 就拉上去 然后到了云端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飞的旋转 飞的旋转形成了 形成了 那个四柱 望上 讲到现在上去 现在讲到现在上去了 现在讲到现在去了 有的人在描述的时候 描述成这个叫 把这个称为叫 龙气水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 那不是龙气水 通龙没关系 那是飞碟旋转引起的 飞碟 飞碟在水下旋转 飞碟在水下旋转 把水卷上来了 往往呢 在水下在卷的时刻 往往上面还有的飞碟 两个飞碟同时阻转 满满两个飞碟同时阻转 两个飞碟一个在下面前转 另外一上面吸 然后你看 那个水吸起来的过程当中 你们经常会看到一头像一个柱子一样的 一个像一个水管里面经过来 确实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飞碟 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水管 它的水基本上在水管里面泡 基本上在水管里面泡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即使船靠得到很近的时候 人家那个船上没有见到一身的水啊 如果说没有这个水管的话 如果说没有这个水管的话 如果没有这根水管的话 那么下面卷出来的水啊 到上面去的话 这个就全散掉了 就是就喷啥龙头了 就喷啥了 它为什么形成水柱啊 它就是有根管道 有根管道 有根管道 为什么人家杀尿的时候 没有一个碰的一塌糊的 因为有个尿道在那边嘛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现在再回头再看那个 我们讲的飞里形成的水柱啊 一般人又称为那个叫 叫容器水的 那玩意啊 就是像一根在管道里面抽的啊 这个只是一个透明的 那我们记不住了这根管道而已 真正的效果来说是有根管道 有根管道也很多在的啊 真正的效果来看 就是有个管道在的啊 有根管道在的 今天告诉的就是 有个管道的存在 有个管道的存在啊 有个管道的存在啊 这个是海上就形成了一个啊 有一次这个管道啊 还弯了好几弯啊 弯了好几弯 弯了好几弯 然后再上去啊 弯了好几弯再上去 弯了好几弯的时刻 这个弯的时刻啊 你这个水都弯得住不到 一般情况住不到 为什么住不到呢 你这样的弯法 中间怎么弯吧 谁像如果说这个水这样上来 然后这样弯一下 再上去的话 应该有第三个飞碟 第三个飞碟 对到这个管子的吹风啊 然后这边就凹下去了 然后上面再去的话就这样啊 告诉你们大家有这么一个事 那个龙泻水啊 我们所说的龙泻水啊 谁像那个飞碟啊 在水下卷水 上面一个在泻水 中间有个管道的 他们之间啊 有个我们眼睛 你见不到康健的一个管道在啊 告诉这件事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啊